嘿!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初一 我很高兴早上我们能够在这一边 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我不知道你是七点在看这个 还是你睡得比较晚一点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相信你已经做了这个的决定 所以这一个礼拜 我们从礼拜二到礼拜六 我想要带着大家来看着是真言 那每一天我们看一张的真言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读 那我不会花整个的时间讲解整篇的真言 但是都会有一些的亮光 能够带着我们走在这一个真言的道路上面 真言很有意思 真言其实是当时候所罗门他在这一边所写的 那这个的真言所写出来的 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一些的孩子们 帮助这一些不同的这个男孩也好 就是这些的学生 从小开始学习 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道路 不一样的一些的方法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这一边 从第一章在这一边开始看 他在这一边就写的他说 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真言 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慧 分辨通达的言语 在这一边就很有意思了 这两节的经文 第一个当然在这一边就是在讲出来 这是所罗门王他在这一边所写出来的真言 所以我们知道作者 但是第二个他在这边就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说要使人晓得智慧 OK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都是一种知识 但是你发现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智慧 你就发现很多知识 这是一个information overload 就代表是说 每一个的资讯一直的进来 进来 有的是假资讯 有的是错误的资讯 然后呢 但是假资讯看得多 你就以为他是真的资讯 所以他就说 你需要能够有智慧 所以这个的智慧是要干嘛的呢 智慧就让你能够开始来分辨所有进来的资讯 他就说 当你会好好的看真言 当你可以开始看好真言里头所有的交道 它每一节都有充满的智慧在这一边的时候 当你看见到这一些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样子来反应 你会怎么样子来活出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时候就开始能够来开始想的 所以他就说 你需要能够了解哦 你要能够开始知道 你要开始晓得智慧 然后他说不只是在这边讲到的是智慧 他还讲到的是叫做训悔 训悔是什么 训悔翻译英文叫做instructions 训悔它的意思就是让你开始知道要怎么样子来做 怎么样子来活 所以你需要能够晓得 你需要能够知道这一些的wisdom 因为你不是只是要在这一边 常常会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智慧 然后他就在这边接下来这一句就很有意思的 他在这一边讲到的是什么呢 他在这一边呢 他是说 你需要能够要晓得智慧和训悔 分辨通达的言语 所以在这边呢 又讲到的是什么 他在这一边是 你需要能够越来越了解 到在这一边大家所讲出来的话语 在这一边所讲出来的事情 在这一边所讲出来的一些的instructions 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所看的每一件的事情 我们所学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帮助我们在整个的生命当中 是能够是变得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头 想要鼓励你 每一天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读真言 去导读 看真言里头对你说的话是什么 在真言里头 他给你的一些的understanding是什么 一些的wisdom是什么 让你在过年的期间 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 说不定也会有一些更有智慧的话 在跟家人在一起 跟亲戚在一起的时候 你讲出来的话也会变得不一样 因为你讲出来的话 可以是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知识 约上帝帮助你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充满了感恩 祝福弟兄姐妹 让他们能够继续经历到你的恩典 主耶稣我也祷告 有一些的人他们非常的孤单 过年的时候是自己过 上帝啊我也祷告你陪伴着他们 耶稣谢谢你 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上帝我们在这边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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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我明天见